电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 但遇到停电或电力不稳 就令人很头疼 如果有微电网 烦恼的情形就可以改善 什么是微电网呢 它可以独立运作 然后含有再生能源 熟能系统 甚至是新型的能源形态 它基本上可以跟电力系统互联并往来运作 尤其是在紧急缺电或者是有异常的时候 它可以独立运作 这样子的一个电网系统 我们就称为微电网系统 在国内已经有公家机关 学校 医疗院所或偏乡 导入微电网示范计划 甚至有研究团队 将原本各自独立作业的微电网互联升级了 假设我们的厂区有A B C 三个区域 它是可以互相共享的 那假设A区它的用户不使用那么多的能源 它就可以在电力公司断电的时候 A B C 进行互联 那它把 A 区的能源提供给 B 跟 C 区 那它当然也可以做电力的交易 我们在现场里面因为有除能 太阳能 甚至我们有假存重组的氢能系统 那在一个小型的 我刚刚所提的 A 区的微电网里面 我们也做了最佳化的能源管理 有了能源最佳化管理 无论是一栋楼或是一个社区 家家户户彼此间都能进行电力共享或互助 而要进行最佳化管理 配电盘是重要关键 这个配电盘呢 它把三个区域的电力供给汇集在一起 那在上面呢 有我们的段路器 它可以透过远端的控制 就是让某一区独立供电甚至参与整个电网的互联 如果有多余的电力以及绿能 它是可以反送到这个电力公司做这个电力的贩卖 那如果缺达电力的时候 它也会从电力公司做这个买购电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一旦当这个电力系统发生异常的时候 断路系没办法从电力公司截取到能源的时候 我们的除能系统 那就可以开始进入了孤岛以及互联的模式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能源的调度 研究团队的技术成果 除了在能源调度管理上非常精准之外 对于电力稳定性与供给辅助 等各方面也十分出色 在整个大型的三个区域的互联的场域里面 当太阳云飘过去 它发出来的电不是很稳定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熟能系统去调节它 那这个东西就称为再生能源输出的平滑化 我们也还可以做序量反应 也可以做到虚拟电厂 然后也可以做电力公司辅助平台的 这个辅助服务的调度 举例来说一个工厂 它可能可以用制程的方式 在某个时间点高电价或者是缺电的时候 它减少自己高用电的这些设备的使用 那把这些电提供给其他用户 那所以它在这个某些意义上 它相当于发了电给其他用户 那我们就称为虚拟电厂 我们可以接收电力公司的一个命令 来输送我们的这个没有用到的电 或者是做一些节约用电 把多余的电力输送给这个电力公司 去辅助它做电力的供给 那这个就成为辅助服务 由于电动车的使用已是一种趋势 所以研究团队也有相关的规划 在未来我们的场域也会建置这个 出能系统跟充电桩的这样子的管理服务 那未来电动车可以把它的电 除了充电以外 它也可以把它的电力 卖回去给整个电网里面 透过互联微电网电能共享 与调度技术确实可以改善许多用电困扰 相信随着微电网日渐增加的趋势 这项新进的技术定能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更多便利